各位朋友们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去澳门玩的时候有一个必须去的地方 就是澳门新区银河这里 就是永利皇宫 娱乐场这边 可以去坐下这个缆车 所以这缆车是去登记一下 正常来说拿团会员卡是免费坐的 它转一趟几分钟吧 可以看到这块的酒店啦 各种场所啦 非常美 主要是这个地方非常值得来观看 不管是说娱乐也好 还是说观光也好 都非常好 因为在下面水啊 什么旁边酒店啊 还有几个高速商场啊 那我那天去是下午的时候吧 下午去人不太多 下午大概是 我去的时候应该是 快六点的时候吧 还不太多 我就去一个人在这 这边是黑沙翻过去的 然后这个 看上去它这个龙了一条 雕塑雕得非常好 揽车正常情侣的话 你就可以做单独做一个 一个这种车厢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选择给别人拼 我是自己一个人做的 澳门还是值得来一下了 你来的话你肯定要跑娱乐场这边去了 这边反正你吃饭也都是广式一些辣味 还有这个娱乐场里面也有一些餐食吧 饮品比较多 然后你在旁边去吃饭的话 一些连锁品牌的酒店呢 也都提供餐饮 中低端的都有吧 反正这边整集的来玩的 然后这边来玩的话 你们带中国的银银卡也能在这消费使用 或者VisaMasta都可以用 还有就在这边玩 可以坐他们的发台车 直接到观察口岸 直接回珠海 龚北口岸的这个到关口那里的 但是你要注意他们晚上最后一班 发台车的停运时间一般是10点钟 是维尼斯人酒店提供的 正常永利皇宫 还有一些其他的提供的 娱乐场提供的这个发台车 返回观察口岸 会更晚一些 但是 他们有时候需要在他们商场购物 至少大于50元或者100元 凭购物卷或者 凭他们在娱乐场的消费役路才能乘坐 这是有人说我们在查到的一些信息 我没有那么晚回去过 我一般就晚上十几点就回 十点左右就回去了 就不知道他 是否真实了 反正如果说考虑当天回珠海的话 就要尽早回去 否则要自己打滴 打滴式的话 在澳门打到关口 可能要几百块了 因为他们这边收费是比较高的 像这个 在这个缆车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 傍晚时分是很美的 他下面的音乐盆泉 放着音乐 还有盆泉 这就是你坐完缆车可以去里面观看他这个 有时候会有些音乐会了 还有些这个他们的一些科技表演 也在楼下 就在他们娱乐场里面 反正这个地方还值得来的吧 在假期时候人多 平常其实人也不是太多 反正来的话 就是一个注意 过完拱北口岸之后 然后坐他们发车 免费到达这个娱乐场 从娱乐场回去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最后一班车的发车时间 一般他里面不太熟到 还不太好找 你们要去楼下 一般坐车地方是楼下 或者实在不行的话 要问一下他们工作人员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反正注意一下这个 乘坐车史仪 其他的没有什么事 行 祝大家到澳门玩得开心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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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